面對全球氣候變化日益嚴重,各地政府都加快能源轉型步伐,並且加大新能源項目投資 而香港中環煤氣近年也積極發展適用於海、綠、空運輸綠色能源 現在我們將會有請香港中環煤氣商務總監,香港工業業務,暨可持續綠色能源辦公室總監,鄭曉光工程師發表主題演講 題目是發掘綠色機遇,積極開發綠色能源,有請鄭先生 早晨各位,多謝,很榮幸今天有機會代表中環煤氣和大家分享我們在綠色能源的工作和發展方向 我想問大家,現在8月,今個8月和普通的8月有什麼不同? 有些人說熱,但通常第一個人跟我說,今個8月沒有觀眾假期 大家要花這麼多日工作 但當然我不是想問這個問題,其實今個8月很特別 因為其實剛剛巴黎奧運會,香港隊很好成績 拿了四個牌,兩個銅牌,兩個金牌,拿第一就當然好 其實有些事情,拿第一未必好 例如你會看到,今年其實我們非常熱 你看到天文台也說了,7月是一個非常高溫 甚至你看看太空總署說,今年7月22日是平均溫度有史以來最高的 另外,如果你看到最左邊的圖,歐洲哥伯尼的氣象中心 你會看到一些深色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他們有紀錄以來有史以來的高溫日子 你會看到2023年下半年,全部都是深啡色的 今年上半年,其實這個表去到5月 其實今年的6月、7月也是很多啡價 其實在過往的13個月,我們地球人是經歷了最熱的十幾個月 可想而知,氣候變化對我們是非常非常貼身 也不是說是很遙遠的事 最近有實體報紙,也看到漁獲署也說到 今年水溫又高,珊瑚又開始白白了 其實我看這個報道,其實不只是今年 上年前年,其實也有些類似的新聞說 海水溫度高,珊瑚都白白了 其實這個溫度或氣候變化,不單止對植物或其他動物 其實對我們人都很大影響 如果大家上個月或今個月有機會去日本 你會看到熱到嚇死人 你看到公園的滑梯,46.7度 我想你放一隻蛋上也會煎熟 所以你會看到氣候變化 其實真的對我們已經不是很遙遠的事 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當然,你說氣候變化這麼高溫 或者這麼極端天氣,有很多學說的 究竟是甚麼呢? 如果你問特朗普,他就說不關事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了 你問幾年前問L哥,他可能有另一個說法 但始終有一個,我想大家都明白 我想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 應該都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 你會看到二氧化碳排放 這個圖是講全球的統計 你會發覺在交通 我跨著那個交通 佔差不多20% 你會看到陸上的交通 或者是航空 或者是在航海方面 其實香港,你看到環境和生態局 都有一個碳足跡大腳板 如果你有印象 其實在交通,大概差不多 都是18-20% 但當然,你看到這個圖 你會看到它的發電 可能是比較少些 可能是幾十個百分 因為香港沒有工業 所以香港,如果你看到 我們那個碳足跡大腳板 可能在香港來說,除了運輸 下一個可能是發電的情況 其實剛才說了 一個這麼重要的課題 就是在交通上的能源使用 無論是陸上、海上 或者是航空方面 其實我們中華煤氣有幸 其實在這三方面 我們都有些工作在做 剛才說了 輕能源可能在陸上交通 比較用得多些 如果在船運 可能是用綠色甲醇 剛才Christine也提到 我們也不是盲目用某種原料 如果是一些內港、短線的 我們有陸電的 為什麼不可能用一些電的船 但軟陽輪的時候 要考慮一個這麼大的電池 放在船上 究竟會不會影響了它的載重 這是在不同的情況 用不同的能源 最後也說到 航空可持續航空煤油 剛才Peter很好 在他開場白的時候 幫我講了很多 所以我不需要講那麼多 就知道全世界 現在就是香港和新加坡 我們供應 我們叫做人工氣 煤氣 裡面的成份 有一半是氫氣 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說 我要用氫 氫經濟 很多時候 第一個頭痛點就是 我哪裡找氫 如果在香港 其實我們有很多 得天獨下的地方 可以起動得快一點 剛才提到 一,我們在自己本身的煤氣裡面 有一半已經是氫 第二,我在運輸方面 我不需要考慮很多 現在路上的路況 或者是一些 我們叫做再氫的車 在路面安全的情況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管網 全香港走勻 現在已經有在 另外,講到氫這件事 可能大家如果不太熟悉 覺得會不會很危險 好處呢? 其實大家放心 我想如果在座很多 都是我們煤氣公司的客戶 其實你,你父親,你爺,太公 其實都在用氫的了 如果在香港 因為我們是162年前 就是162 我們開始用的氣 一半已經是氫 所以我們在運作 安全 我們非常有經驗 近年有很多外國的營氣公司 也來香港 問我們 為什麼可以這麼安全的營運 最後一點 就是講到 因為其實我們有兩間煤氣廠 在香港 一個在大埔,一個在碼頭角 其實我們現在是有餘量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香港真的需要用氫 我們每天可以在我們的管線 提供34噸 34噸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34,000公斤 現在一架可能是雙層的輕巴士 一日用50公斤 就是說34,000公斤 34,000公斤 夠差不多700架 雙層巴士用 我亦都希望 如果香港巴士公司能夠發展多些 我們絕對夠用 但是由現在好像一架 變成將來六架 再變成七、八架 我想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在啓動香港輕能經濟 在可見這些數年 其實我們絕對有條件 比全世界更快造成這件事 剛剛提到 你煤氣裡有一半是氫 那我怎麼拿它出來呢? 其實我們經過管線 去到客戶那裡 其實有些很簡單的設備 這個不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其實幾十年在化工廠 將一些混合了的氣體 分開 其實這些是很耳熟能牆的設備 工程 你只需要告訴你的供應商 你的氣體是什麼氣體 你想拿什麼出來 它就會在那些 我們叫做absorbent 即吸收劑 它會給你一些對的 所以這個也不是太空的科技 不過因為香港可能 比較少應用化工廠 但是我們拿這個設施來到香港 其實我們已經 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間 其實我們在一年多前 已經經過香港的政府 跨部門小組 我們拿了一個視點項目 就在我們大埔 我們自己的煤氣廠裡面 你看到那個圓柱體 就是剛才我說的煤氣入 令到氫氣能夠走出來的設施 換言之 如果在香港有任何的客戶 可能是加氫站 或者可能是需要用氫的地方 我只要安裝剛才 或者這件的設施 可以把氫氣提出 給客戶使用 其實說到氫來講 其實很多不種用途 一就是可能大家說的是巴士 你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我早兩星期前去佛山 佛山真是我們國內叫做氫能之都 其實它的電單車 都是用氫去做的 就是這樣 除了給車用之外 也都在外國很多 可能是給一些數據中心 或者是給一些商業的設施 作為一個發電供電的用途 香港現在我們中華煤氣有幾個項目 也都開始跟不同的持份者進行 一就是巴士 第二呢 也都是有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它未必能夠拿到電去做充電的 給車充電的 我們也有個項目做了 另外一個我們經常都給建造業協會 經常問我們 咦? 阿當有沒有機會在工地 不用柴油去發電 因為一個工地或者一個項目 原來最大的污染源 或者碳排放 就是它在建造的時候 用柴油發電機 因為那個工地 應該沒有水電煤供應給它 所以它用柴油去做 所以CIC那邊經常都問 有沒有機會用另一種能源 在工地發電給一些天晴 或者設備用途 這個也可能很多不同的團體 甚至議員 或者很多不同的有興趣的朋友 都去看過我們在西貢一個客戶 其實它自己那裡是一個打球 一個類似是打我們 叫做Peddle 迫網球 一個客戶 在西貢租了一個魚塘 將它變成一個這樣的設施 既然是魚塘 當然原先不會有很多電力供應 但是在那些地方 它又需要給一些車充電 所以在這個項目 我們幫它做了一個煤氣喉 去到這個地方 用RPSA 將氫抽出來 給燃料電池發電 就是作為充電用途 另外我剛才提過 有一些工地 它現在考慮 就是它用發電機 用柴油去發電 給一些天秤 地方去用 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轉 好像剛才 之前上一個圖片看到 就是用氫 給燃料電池發電 給一些天秤用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的現場沒有碳排放 相對於柴油來說 它還是環保一些 其實今早 Pieter也提到一件事 或者剛才Kristine也提到 就是 我們現在用的氫 是用石化原料做出來 就是用天然氣 或者石露油 如果在俠義來說 我叫灰氫 其實我們不會停在這個步伐 其實我們在6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都在香港 就是在將軍我堆填區 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 我們會將那裡的沼氣 就是大家將一些廚餘 丟到那裡 吐出來的那些 就是再生氣體 我們將它轉換成 去做陸氫 這個其實我們在上個月 6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做這個情況 大概一年左右 我們就會生產到 另外 其實我們也在想一件事 就是香港 其實沒有什麼天然資源 但是香港有一個多 就是垃圾多 不知為什麼 人均垃圾是全世界最多的 這些垃圾 其實我們能夠把它轉換成寶物 我們也開展一個項目 就是我將垃圾轉換成氫氣 這個也剛才我剛剛提到 就是兩個月前 6月18日 我們那天 我們在將軍澳 我們有一個啟動儀式 也好像剛才 Christine提到的一件事 我們真的需要政府 一起去幫助 因為無論是我們做這些項目 消防、機電、工程處 真的很多部門 它有很多它的考量 我們需要政府 真的去支持 去幫助我們 去解決一些技術問題 甚至有時候可能 起動一些新項目 在財政上面 都希望有一點支援 去做這件事 我們很期望 應該是明年的第四季 香港自己能夠有六輕生產出來 都有成三百公斤 不少的 因為剛才你聽我說 一架雙層巴士 一天都用五十公斤 變成香港 也有六式氫氣 去啟動一些應用 講完輕能 一會兒我也知道 有一個專題的講座 會講綠色甲醇 其實講綠色甲醇 其中一件事 為何近一兩年特別說得多 就是 講一些指標 或者叫Manda 你見到國際船級社 都要求 在2025年 開始逐步在船用的原料 它要減排 你會見到 是一些進展式 減2%、6% 一直減下去 因為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不減 可能會罰錢 碳稅 所以你見到 特首在剛剛過了 即是去年11月的施警報告 亦都第一次提到 要香港去做一個 綠色甲醇的家住 這個其實來說 亦都有不同的 立法會議員 小組 已經開展了 我自己也有參加工作 但是 都好像剛才說 需要政府多些協調 因為其實 這件事不是很困難的事 因為綠色甲醇 像之前Pita提到 在常溫 在現在的情況 常溫 常壓來說 是液體 對於很多作業 在家住作業的船公司 或者家住公司 對它沒有難度 雖然剛才提到 有機會用 可能是液態天然氣 LNG 有些人說用阿蒙尼亞 有些人說用氫 甚至有些人說用核能 就是用核能 但是相對來說 似乎 綠色甲醇有一個優勢 它在平時的操作運作 跟平常的使用 是沒有大差別的 我們也都很 我不應該用幸運 這件事 尤其是 一會兒 岑先生 可能會有一個專題 會講一講 就是 數年前 我們開始去研究這件事 綠色甲醇 我們怎樣能夠拿到一個非常嚴謹 歐洲ISCC的認證 它由你的原材料 你生產的過程 你用的能源 甚至你的成品 運到客戶中間 用過什麼車 其實每一點 你都要去計算碳排放 我們在數年前 我們的同事 很努力的團隊 也都在我們內蒙那邊 完成了認證 也都今年應該是第三年 我們能夠拿到這個 疫症的續牌 成為應該來說 在中國來說 是暫時唯一一間 是真的有證書的綠色甲醇 講完海 也講空 剛才也提到 我們那個可持續航空沒有 那個SAF 其實現在開始 有些國家自己都有一個指引 例如新加坡、日本 我們也聽到一些消息 可能香港政府都需要去做這件事 我們在做這個 可持續航空沒有 其實 一些很深奧的事情 我今天不講 其實很簡單 第一 我們做這些可持續的燃料 我們的原材料 千萬不要在地上挖上來 如果買在地上的石油 天然氣和恐龍一起 過億年的那些 你不要搞它 所有做這些可持續的燃料 一定要用現在的廢物循環去再用 OK 所以在可持續航空沒有 我們也是用一些 叫做Sustainable Mao Mask 俗稱地溝油 如果大家 可能日本會多一些 因為日本可能 人們喜歡吃天婦羅 天婦羅炸蝦有很多油 我們中國人吃油閣 那些油 用一些我們叫做廢氣的油 循環去做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 我們獨特的技巧 或者一些技術 我們除了做 可持續航空煤油之後 我們也有做一些 我們叫做 類赤生物柴油的東西 好了 講完剛才的新歡 就是剛才Christine說 我說這麼多新能源 那我的舊愛又怎樣 因為我也要負責香港的燃氣業務 其實我們也要積極 要減排 減排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是什麼 其實你有沒有生靈元都不要緊 你只要不要浪費 其實我們在香港 最近幾年組 幾個項目都不錯 有一個就是我們叫做熱電聯工 在那打素醫院 其實我們把打鼓嶺的沼氣 我們送去那打素醫院 他自己下來發電 發電後 他的煙氣 幾百度的高溫 拿來做熱水 蒸氣 給醫院用 雖然他真的買少了煤氣 因為剛才說 他發電後 那些熱能 他將來做熱水和蒸氣 但是真的幫到環保 環境的保護 所以這個 我們也拿到美國的大獎 你看到中間那個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一個抽濕系統 其實我們近幾年 幫很多酒店 醫院去做抽濕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去過加拿大 去澳洲 為什麼人家二十六、七度 二十七、八度 都不是很熱的 因為它乾 香港呢 其實來說 你調到冷氣二十四度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濕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在很多酒店、醫院 其實他們也都 察覺到這件事 如果它能夠令到室內乾 一點 它的冷氣真的不需要調到二十一、二度 調到二十三、四度 其實都可以保持一個很舒服的情況 這個省不少電 因為我想大家都明白 一幢大廈 其實耗電最多是什麼呢 一個是冷氣 電梯 如果你能夠把冷氣的溫度調高一、兩度 其實你省了力量很多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最近都拿了幾個獎 就是 我們煤氣廠 其實我們生產煤氣 有很多熱能 熱辣辣的 那些熱能 用不了 我就噴上天了 剛好旁邊 本來是一個吉地 美芯 在我們旁邊做了食品工廠 它要熱 那就對了 我們把我們剩下熱 當然是一個折扣的價錢 就賣給旁邊 在旁邊 它就好 它變成用了這些 沒有一個碳排放的原料 幫它做到熱水、熱能 這是一個Win-Win 我們也希望香港能夠做多一些這些 能夠大家維護來減少用石化能源 好了 最後就是剛才說 既然我幫那麼多客戶 那麼多不同的人 去減少用石化能源 但是我們始終煤氣 剛才也提到 我的本業 我不可以叫舊愛 我現在都愛它的 它仍然都是供應給香港市民 去使用的時候 我怎樣去令它 去減碳呢 其實我們這幅圖 很有趣的 你看到我們1862年 我們真的用煤做的 那時候 真的 但我們隨著一路 改善我們的原材料 重油 石露油 然後用沼氣 用天然氣 我們一直 其實我們供應出來煤氣的成分沒有改變 但原材料一樣 去變綠的 去到現在 我們已經是用石露油和天然氣 或者等同天然氣的原材料 這個世界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 我們其實現在 都跟我們工程部的團隊 其實在想 用什麼的原材料 用綠色的原料 green feedstock 去代替我們現在的石露油 或者天然氣 當然 也有剛才提過 我可以用綠氫 我可以用綠色甲醇 或者現在的綠色的石露油 它的製作方法 就等於我剛才說 就是用一些再生 或者recover 一些BioMars去做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在找一些供應商 提供一些樣板 讓我們拿去實驗室 看看可不可以去用 如果可以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快 未來這兩三年 我們真的會在我們的原料裡 加入這些綠色的 feedstock 去綠化我們的煤氣 其實我們一定是配合 國家和香港政府去做這件事 最後 我就想介紹大家看幾部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幾部電影 一部電影是98年 叫做迷失太空 90年代 一部電影叫做地球定鑽日 是08年 一部電影叫做 星際啟示錄 這三部電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因為如果這三部電影 大家看過 年紀應該好像差不多了 因為從九份開始 但是它有共同 如果在第一部電影叫做迷失太空 那時候說 地球帶氣層 就穿了個大洞 就是可能一個臭氧層 博士一家人 就出去找殖民的星球 當然中間有很多探險 很有趣的事情 另外 我想說最後一出 就是星際啟示錄 亦都是 它的故事是說什麼 就是地球沙漠化 資源耗盡 其實只是得種田 有個聰明的博士 用地球剩餘的資源 做一艘太空船 把女兒和女主角 送出去外太空 找殖民 但是我最想說是中間那個 中間到起 叫做地球停轉人 它的故事是說什麼 有一群外星人來到地球 搜集標本 豬牛羊雞 香蕉蘋果橙 搜集標本 其中帶隊外星人 就變了人樣 走下去考察一下文情 認識到一個女主角 女主角就問你 你來地球 拿這麼多標本 做什麼 原來這個外星人 就很坦白 可能迷戀這個女色 就跟這個女主角說 其實我們外星人看到地球 病得很緊要 就來會滅亡的了 我想做好心 所以我來到 首先搜集標本 先帶走他們 然後我們知道 地球 原來最禍害地球的什麼 就是人類 然後他們會放一些 納米的機械人 將地球的人殺光 就reboot 將搜集的植物放下去 其實這個是科幻版的羅雅方舟 當年我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 咦? 是科幻版的羅雅方舟 不過上帝是溶水 這次外星人 還有納米蚊 所以其實 當然 到最後 女主角當然是感動外星人 她說不是的 地球人 不是這樣的 我想叫她說一句 其實我們地球 將來變成怎樣 The choice is ours 多謝 好 多謝鄭先生 也請鄭先生 先到值間就座 多謝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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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鄭先生